大家好我是半頓書 大叔我今天 來了 今天來拆箱這個17010 雨昕的自卸車 這一款自卸車應該看得出車頭 應該是還原那個Volvo的自卸車 早上時間我們有組了一個 那個是卡達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拆箱雨昕的 來試試看雨昕的這款自卸車 跟卡達的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馬達的配置上 感覺是 看起來是比雙音的馬達要大一點 他的一顆XL一顆L一顆M 三個馬達跟卡達的那個是一樣的 只是差別在於他動力輸出用XL這個馬達 期待他有好的表現 看能不能在動力上面輸出更加強勁 這個是 這個是 玩動力積木是大家 在動力這一塊是大家所期待的 長度是66 高度22 然後寬度17 盒子外包裝有 最近雨昕改變了 因為開始做 國外的市場 開始做出口了 所以他改變了包裝形式 裡面有一個彩盒 然後外面還會再單獨一個外箱 從我拆那個 早段時間我們有進17002 那17002包裝就不一樣 到我上一款拆了17015 大吊車 不過我說真的 大吊車因為重量重 這個彩盒瓦韌這個包裝 本來就不是太厚 再加上外層的那個箱子 也不是太厚 所以還是會有壓壞的這種狀態 那我要建議他們 趙大叔我平常 就是我一般這樣子 我們自己開公司 我們去叫盒子 三層跟五層那個價格可能差了 接近快一倍可能有 五層加硬這樣 接近快一倍可能有 但是那一個箱子 基本上在台幣 大概就差個十多塊吧 人民幣大概差兩三塊 我會建議啦 既然你都要改變這種方式 你就把外箱 那個瓦韌盒做硬一點 裡面維持這種沒關係 那外面那個用加厚 加硬的那種材質去做 一方面你就是運送到國外的時候 因為雨昕的大箱的包裝裡面的數量 都會比較多 常常都是三四十公斤 那你這個包裝 在運輸的過程常會被摔啊幹嘛 你哪怕裡面用兩層箱子 裡面還是會有破損這個問題 所以我還是忠心的建議 就是外面可以再加 外面這一層瓦韌的 牛皮色的瓦韌 可以再加厚一點 這個是我給廠家的建議啦 我們客人收到之後 我們會比較開心 一打開呢 應該就是六個輪胎啦 看到的是六個輪胎 這個進步了 說明書 這個 我覺得 開始在重視國外的一些市場 不是不光把市場擺在中國地區 慢慢就會去在意這種小細節 因為說真的 動態積木 他們在國外賣的還 雨昕在歐洲賣的其實不算太差 所以我覺得 開始要去在意跟重視這種包裝 不過 你的袋子 說明書都用袋子裝了 那個貼紙為什麼就不能丟裡面呢 一定要放外面呢 這個真的是 還是要 還是要 嘴炮一下 好 這跟 那個 17015一樣 動力包是直接用這樣整包的 上面寫的17010 2號 3號 1號 TY就是公用的 再來就是5號 我又發現了一張 那這個東西 拜託 這個東西都已經 你包裝說明書都這樣包了 那你就直接 放裡面就好了嘛 是不是呢 好 總共5個材料包 顆粒數是1888 對 1888 爭取 4個小時內完成 好 4到5個小時內完成 應該是 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組裝了 分完件 當我打開說明書的時候 噔噔噔噔噔 這我就很納悶了 為什麼這裡面 有貼紙 然後 外面又還要加貼紙 我不知道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剛才我已經 泡過了 對 我已經 泡過就泡過了 對 那我也不管 反正我看到什麼 我就直接就講什麼 對 那我覺得那個貼紙 不應該在包裝以外的地方出現 好 對 所以我還是給他們建議 那我們就要好好的認真 開始 面對 看看我們能不能在4到5個小時之內完成 我們現在下午3點了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拼完了 其實昨天晚上就拼完了 昨天開了一場直播 結束之後 我們就 大叔我就把它給拼裝完了 然後到 今天早上也開了一場直播 對 所以現在我來做最後的總結 這一款呢 它其實跟LEGO的有點像 它也是一樣複刻Vovo的車頭 它跟我之前拆的卡達的那一個 其實都是一樣礦山的自協車 可是外觀造型不一樣 品牌不一樣 這一款複刻我個人覺得是像是Vovo的 但是我覺得它車頭做的太隨性了 我講一個很實在的 我覺得車頭做的太隨性了 我猜它有可能盡可能去避免 跟熱膏設計的那一款長得太像 因為畢竟在設計 或者是在組裝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它把車頭做的這樣子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去把車頭再附加一下 所謂附加就是再去增加一下 就是稍微調整修改一下 讓整個車頭的包覆性更好 然後讓屋頂這邊自己買一些專件去補 我是覺得後面跟動力總層 這後半段跟動力總層其實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甚至我玩起來 我覺得那個力道比卡達的那一個力道還更加的充足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當然第一你用的馬達大小就不一樣 因為卡達是用的小一號的馬達 然後再來呢 呃 雨昕的這一顆馬達 本來它二代的黑豹 本來就是號稱它的動作出力這些會比較大 可惜真的就是在車頭這個設計有點太隨性了 我說一個很真實的 就真的是太隨性了 那操作起來 也沒有什麼問題 對 剛才我在直播之前呢 我本來要這樣測試的齁 我最近遇到很多人跟我講這個問題齁 就是很多 因為早段時間我賣了幾幾款的 四乘四以上的車型 四乘四六乘六的車型齁 各位在組裝的時候齁 要去切記齁 只要組那種四乘四或六乘六的 有動力的齁 這個差速器 它尤其是從差速器並動力到後面這一顆輪胎的齁 不管是從前面來還是從後面來 都一樣齁 都一樣 為什麼叫都一樣 它這個在動力在輸出的時候 這個差速器左右兩邊是要相反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第一個差速器過來的這個齒輪呢 動力輸出給它 假設它是順時針轉 經過這個差速器帶動到後面這一顆的時候 它會變成逆時針 逆時針你又在做 如果差速器並到這裡來 它如果是同一邊的話齁 它的速度是 呃會變成輪胎一個往前一個往後齁 兩個輪胎會是不同轉向的 所以這一個差速器一定要跟前面 往前推 假設它動力是從後面來 你就要是從這一個往後推齁 假設是動力是從前面往前面來 所以最前面這一個差速器一定是跟它是相反的 這一個又要跟它是相反的齁 那個差速器的方向位置 所以各位如果有時候組起來為什麼會不會動 或者是你的萬象走一組上去還沒真的跑就扭斷了齁 這會有很大一部分的關係 會有一個很大一部分的關係 所以各位在組裝的時候呢 一定要去切記這些小細節齁 因為我前面一開始 奇怪為什麼我的車不太會走 因為前面兩個輪往後 然後後面往前 但是它會走很慢 然後我一直感覺不對 然後翻過來看的時候 發現我底盤那個差速器的方向我裝錯了齁 所以在這個細節裡面一定要特別留意齁 整體組裝沒有什麼難度齁 它甚至它的顆粒數只有1888 然後我剛剛去翻了一下之前的卡達這一款齁 卡達這一款是3067齁 所以它的顆粒少了1000多顆 動力輸出總成 我猜啦 少了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外觀齁 外觀的覆蓋鍵 因為卡達它的鍵數會這麼多 是因為它車頭這個部分 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傳統鍵 傳統鍵 你光要做外面表面的那一個 就是磚鍵做的整齊的話 它會比較廢磚 就是利用磚 就是積木的顆粒要比較多一點 但是卡達那一款呢 它是復刻利伯海爾的自協車 然後這一個跟LEGO 都是復刻同一款 就是Volvo的自協車 所以因為我沒有 我目前我卡達的那一台自協車被借走了齁 借去別的地方展示 然後再加上那個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 沒有樂高的那一款自協車啦齁 所以我也沒辦法直接去做比較 但是我可以呈現的就是 現在這一台完成之後 它整體跑動的速度 還有所有動作的操作齁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喜歡工程齁 這個難度真的是不高齁 這一款一千多顆不到兩千顆 這難度不高 而且我的平裝時間算很短 我大概不到五個小時 四個多小時我就完成了齁 是差不多四個半小時左右齁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像齁 就是四個多小時能夠拼一千八百多顆 那大部分都是大顆粒的金木磚 那一樣它也是只有配置了三個馬達 所以是跟卡達是一樣齁 也是跟LEGO他們是一樣的齁 只是大家在用的馬達的大小型號不同 那這個呢 還有一個地方跟卡達比較不一樣的齁 就是後面這一個部分 它的那個撐桿齁 這一個撐桿 卡達是用雙邊撐斜面 但是它是用單邊撐後面 我操作起來的時候齁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它撐的這個撐桿的速度跟平穩度 比卡達那個好 然後我大概是有上網找了一下 就是其他的測評啊相關的資料齁 但有人在說卡達的那個推桿 它的本身的尖隙跟就是 它本身的尖隙這些做的 比較沒有那麼完整就是稍微比較大 所以卡達那個推桿它晃動的會很大 所以走起來會有點不順齁 那雨昕的這一個推桿 雨昕用的這個品牌的推桿 我是覺得它整體的滑順度跟緊實度 就是那個尖隙齁 看起來是就是自己手去操作起來是比較小的 所以玩起來感覺還好齁 所以它是設計單支推桿 那我不知道VOLVO這一支 這一款這個自協車 是不是單支推桿齁 但是就我而言我覺得 它如果設計單支推桿在這裡的話 假設這裡裝滿的話 應該是推不動 所以我覺得應該它推桿的位置齁 如果真的是實車的話 它推桿的位置應該是會往前齁 這可能是因為積木上拼接的關係 所以它把這個位置稍微做一些變動跟調整 那其他大致上 我個人都覺得OK 對還有一個小細節 它左右兩邊這裡呢 它會有做一個 這兩顆輪胎的平衡 什麼叫平衡 各位看喔 我撥動一個輪胎 它會用 它其實是用這一個 這一根積木 這一根積木 去前面加了一個橡膠墊 它去讓這一個東西去做一個左右 左右的平衡 平衡 這樣當我把輪胎 我把輪胎往下壓的時候 後面這一顆輪胎自動就會抬起來齁 它是要在各位在不平整的路面上的時候 它的服貼型會更好 然後這個蠶斗舉起之後呢 各位晃動的會很大 因為它後面這一個結構 它做的這個結構做的沒有那麼接 就是沒有那麼用的積木比較少 所以它沒有用的太強勁太結實 所以就會產生這種晃動感會比較大 那基本上在操作起來是沒有問題的齁 因為我們不會實際載重 我們會載一些積木這些齁 那整體玩一個型態或者是樣式是沒有問題齁 所以我這樣操作下來 我是個人是覺得 就我對雨昕這一段時間認知齁 對雨昕從以前到現在的認知 我覺得差強人意啊 說真的齁 我從上一款的那個大吊車 我就有跟大家講過 我覺得我個人不知道齁 我覺得雨昕越來越隨性 有些東西越來越好像能夠交代就交代過 隨便了一點齁 對我希望他們可以在動力積木這一塊能花更多的時間 然後把每一件商品都好好的去組裝研究一下齁 像這些我可以點出的這些小細節 我相信他們一定也有發現齁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被克服的 就是重新組裝 然後結構加強再加上修改圖子齁 當然這會需要花時間 可是你做出來之後你的商品玩起來的感受會不同齁 我個人會這樣覺得齁 那今天這一款17010這個自協車齁 17010這款自協車我們今天就 介紹到這裡 等一下我會實際落地操作遙控 然後跟簡單墊幾本說明書 讓大家感受一下他的攀爬的這些能力齁 對讓他看一下 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齁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齁 還沒按讚訂閱的趕快去幫大叔按讚訂閱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們積木介紹這個東西的話 那也麻煩你不吝嗇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然後把坑挖大一點 然後讓多一點人跳進來齁 我們把這個群體做大 然後更多人一起來做交流跟意見上的交換 好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再跟大家說聲再見了齁 掰掰不要太快滑走 後面我們直接去操作了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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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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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钟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动力还不错 我们这样子就被我们爬上来了 比起之前我们玩了几款的吉普车 我感觉它的动力更好 可能是因为车身长的关系 所以加上它后轮可以有一个 对称式的那种悬吊的方式 所以它爬起来的效果感觉还不错 我们现在往下推 我们现在换个角度爬给各位看 好各位我们这样就爬上来了 我感觉这个状态这样是可以的 是不错的 因为可能这个纸张又有一些摩擦力 加上轮胎的关系 这个动态这个效果其实是可以的 我个人感觉起来它的攀爬的能力跟扭力比 那个 利伯海尔就是卡达那一款 感觉能力还要再稍微强了那么一点 好了我们动态就演示到这里 一样还没订阅的帮大叔订阅一下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做最后的结束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拜拜我们下个星期二见 谢谢啊